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華王輝輝輸而不漏 我們今天來講 本來覺得那是不可能破案的案 他最後陳淵遭雪 而且歷經十九年 那今天呢 要來追的第一個案是這個案 就是男嬰被悶死了 他沉濕在魚池長達十九年 那誰做的呢 母親跟男朋友在鬼月的時候 竟然去魚池祭拜 然後被警方火逮了 那這個案情非常的離奇 照理說十九年 如果過一年可能追溯局就過了 就沒有刑責了 想不到就在最後一年 那這個可不可以請小鈴 把案情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 所有沒有破不了的刑案 真的只要是你犯案 一定會有蛛絲馬跡可循 那這個案子其實我們真的要歸咎於 就是說那個警察的認真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也就是說這個郭姓女子 郭姓女子她在兩年前的時候 她到新竹市的那個西門派出所 去報案 那她報什麼案呢 她報說她的兒子失蹤了 對 那可是警察一查 就是說你這個兒子 現在幾歲 然後住哪裡 那這郭姓女子都講不出來 只說了說 因為我最近收到一張冰單 這個冰單上面說 我兒子要準備入伍 可是這十幾年來 將近十九年來 她都是失蹤狀態 那警察就問她 那為什麼失蹤 所以她在那時候派出所 她就跟警察說 因為她這個兒子是跟男朋友 在十九年前跟男朋友生的 那可是其實她跟第一個男朋友 懷孕了之後 她就跟他分手 那分手之後 就跟了另外一個嚴姓男子 然後在一起 然後就把這個男嬰生下 那可是這個男嬰 後面在兩歲的時候 就被她當初的這個 第一任男朋友抱走了 生父 抱走了之後 她就說之後就沒有下落 所以她也沒有再去找這個小孩 可是現在收到冰單了 她要趕快跟警察講說 我這個小孩已經失蹤很久了 所以我要抱她失蹤這樣子 那其實這兩年來 警方也很熱心 那警察就一直在幫她查說 這個失蹤小孩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是 查了快兩年的時間 第一個 她有出身的登記 但是後面所有的 就是我們講那個接種紀錄 就是打疫苗的接種紀錄 沒有 然後上學紀錄沒有 然後包括身分證 然後包括健保 就醫全部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小孩子是在 人間蒸發狀態 好 那這個派遣所員警就聰明了 她就想說三不五時去拜訪 這個郭姓女子 結果剛好在這個農曆七月十五號 那一天 那兩個員警一路跟著 郭姓女子看看她要去哪裡 結果發現說她跟了一個男生 然後就開著一輛車 到這個新豐鄉那邊 有個大祠堂 兩個人就買金座 香油 什麼有的沒的 就在這個祠堂旁邊拜拜 那其實這個員警 大概心裡就有一點點譜了 然後他們就上去 直接攔下來 兩個人攔下來說 你們在做什麼 一講到這個 那個郭姓女子她就眼淚就流出來 那男生開始 知知無我 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說我來這邊拜拜 你拜拜不去廟裡 拜不在家門口拜 總是跑到一個野生的池塘 外面拜 所以後面才講出來說 原來這個失蹤的小孩 當初就被棄屍在這個池塘裡面 那為什麼要棄屍呢 那這個郭姓女子跟這個 嚴姓的這個男友就講 那是因為這小孩在兩個月大的時候 他們因為在外面打零工 那帶著這個小孩一起到工地去 結果就把這個小孩放在工地的 放在自己的車子上面 結果下車去做事 坐一坐之後回到車上去看 還發覺 小孩撞起來了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那因為自己也擔心 所以兩個 兩對這一對男女朋友 就把這個小男嬰 然後裝在這個麻布袋裡面 裝上磚頭就丟在一個池塘裡面 問題是他們在拜拜的那個池塘 到底是不是棄屍的池塘 結果這郭姓女子說他也忘記了 因為他是外地人 所以他是忘記了 可是這個男友他是當地人 他就跟警察講 其實這個不是我棄屍地點 因為我也怕被抓 所以其實棄屍的是在另外一個池塘 然後所以他們才去另外一個池塘 警方去顧怪手去挖 才真的挖到一個麻布袋 但是畢竟兩個月大的那個小朋友 其實小小的 然後大概十九年來 大概什麼都沒了 但是有挖到大概九片的這個骨頭 現在昨天法醫研究所 就把這個骨頭帶回去驗 看到底是人骨還是那個獸骨 那當然如果是人骨的話 幾乎就可以很確定說 至少他是一個小孩的屍體 所以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這樣子才破的 這個嚴先生 他其實心裡有鬼 他他知道哪裡是睡 他氣屍體哪裡是睡 但是他不敢去那個屁股 他去白屁股 白白屁 人就那個不安心 他覺得說有敗有安心 但是他不敢真的去面對 不然如果警察突破他心房 他才帶他去 因為要撈那個屍體 對 說起來我覺得這很玄 為什麼很玄 就是說第一 十九年之間 那個池塘都還在 那個人已經牽著了 牽著去家 那都沒有了 對不對 那你就完全不可能了 有的是什麼 像像這塊 他只大幅漲修過 面積漲修了三分之二 富家債 剛才那個地方還沒被埋到 對不對 你看這兩個月大的小孩 力量多強大 推土機要把他掌修的時候 他把他抖 對不對 冥冥中 真的有歐到七八隻骨頭 對 所以我才說這冥冥中 好像有一股力量 很強大的擋著 要擋著破案這樣 再過一年就追溯其他人 而且麻布袋泡在水裡十九年 沒有 還可以找得到 都沒有腐爛掉 對 對啊 我先請教高醫師 這個骨頭兩股尾的小孩 照你說很幼的 十九年了 應該也都暖了之後 對 但是他用治療 他治療後可能是那種 縮到那種 那種才不會埋 不是埋 那種縮到那種 我現在是在說 奇怪 他在黃布袋 怎麼沒找到上下額骨 頭骨 頭骨沒有 因為頭骨你四個月 他要一一盒 所以他會開去 我們不是開去就落去 他在薄薄就看不見了 知道這兩股一定有在 這個叫什麼 上下額骨 有什麼這兩股一定在 因為這個最重的 我們生在這兩股 最重的就是這塊 是喔 我們保密是用科的 所以我們要賣賣 在賣家 這裡比較 這裡沒辦法 這裡有多少 你怎麼手抖回去 是這樣喔 那其他骨頭呢 其他骨頭 所以我在告訴他說 那不是真的是這女孩子 當然其他骨頭是他的 應該是不對 這大概不會錯 他說會人骨 對 為什麼沒有這個上下的骨 是有什麼問題 他想要分屍 分屍不行 對 我是這樣想 不然你平常一塊 怎麼會擠擠擠 沒有這兩桶 這兩桶 對 而且 我就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 這都是他們事後說法 說辭 對 對啦 不小心出工作 把他悶死了 對 這樣他就有意外 他就沒有殺他 然後這個女生也 母親只是協助棄屍 也沒有什麼行者 可是實情真的是這樣 頭骨怎麼不見了 對不對 那我再請教一下 如果兩五歲的小孩 骨頭才會骨頭 骨頭 如果最長的 就是骨頭這塊 對 差不多這樣 這樣而已 骨頭 骨頭 身上 比這個 差這兩杯 差這兩杯 看這樣 但是要很細 很細 我是想說 今天真的是女兒 就沒辦法找 為什麼 沒招肩 對 沒招肩 沒拚肩 對 沒拚肩 但是應該 附贈事務所 其實是有數字 因為我們的孩子 如果跟七歲學齡的時候 要強迫入學 那個是要通知的 你如果孩子沒有來學校 這個時候去追查下去 就會知道 但是很奇怪 那一關就被跳過了 就學跟疫苗 注射 都要登記 都要登記 對對對